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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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你会说什么 才会离开我 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 不要可以说 你还爱我 当看清朝起长落 只要你记得我 你所搭乘的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一开始就要先来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个问题 假设你是家长 你现在回想你自己的整个升学跟学习的道路 你可能会认为因为当时有许多的考试 像是联考等等之类的 前置了你对于人生的探索 以至于你觉得现在走的这个人生的道路 好像不是你真正最想要的 那么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命运可以重现 如果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 不是以考试 而是以多元入学的方式 你觉得你的人生会不会走得更好呢 你会怎么样来规划你的人生呢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这一期的亲子天下杂志 在七月号的封面故事是 108课纲升学对策 我听过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聊过说 如果命运可以重来的话 我一定不要像以前那样子埋头苦读 一直不停的去补习考试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并没有让我的人生走得比较顺遂 可是如果我们告诉你说 没关系哦恭喜你哦 现在有一个补救的机会 你的孩子即将要面对多元入学的 108课纲 这时候你可能会更焦虑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亲子天下的主笔 陈佩文 佩文来跟我们聊聊 身为一个学生的家长 不止一个吧 你一个还是两个 当你看到这个108课纲出现的时候 你在心里面是觉得 哇好棒终于等到这 你还是说啊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我一定不会觉得哇好棒 不是因为身为 即使我们自己在媒体 但是在我们完成这一看之前 我也是在各个媒体上 看到关于108课纲的所有的讯息 对 那因为可能媒体 呃呃 每一家媒体 它的诠释它的角度 呃不太一样 所以 它带来的整个 呃给社会的观感是一个混乱 就是教育制度好像越改越乱 呃越改压力越大 嗯 那所以我身为 因为我小孩是第二届课纲学生 是 对 对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心情觉得 哇 怎么这么倒霉 哈哈 怎么碰到了 怎么碰到了 对 我就好焦虑哦 是 然后就想说哎呀该怎么办了 然后你知道通常都是家长焦虑 小孩一点都不焦虑 对没错 对 他就觉得他完全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 嗯 那所以 所以我就想说 哎 那我们就来回应一下呃 加上这样的焦虑 也回应我自己的焦虑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看的初心呢 是希望把一个复杂的教改的这个制度 他背后的核心精神跟他整个游戏规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说明白 嗯 让当当呃 因为大家看到问题 可是因为不认识问题 所以他就会产生焦虑 但是认识了问题以后 也许很多的焦虑感就 就会放下了 嗯 那我觉得身为家 家长很难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诶 制度在改 学校在 老师在教 学校老师改不改 对 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但是在这个教改的变动跟动荡当中啊 其实孩子一定会受到影响 家庭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没错 可是在家庭里面 仍然有我们家长可以掌握的事情 那当家庭被稳定 孩子被稳 因为家庭而孩子稳定的时候 他去面对外界的变动的时候 诶 至少有一个锚点是固定的嘛 OK 他就不容易被冲刷揍 他至少 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变动 所以因为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然后告诉家长说 你在家庭里可以掌握一些什么 对 那孩子就可以相对的安定下来 对 好 所以我们一翻开呢 就有看到 分数不再决定一切 这样的一句话 说未来升学的赢家呢 是最认识自己的孩子 可是你知道吗 也是这一句话 让更多的家长引发了更大的教育 因为他们会想说 我的孩子怎么会认识自己呢 再来就是 我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自己的呀 然后甚至还有家长问我 说孟宁老师 你真的觉得你什么时候开始 才真正认识自己 那我就很诚实的说 我说二十几岁才开始认识自己 他们说是不是 那小孩子那么小 怎么能认识自己呢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这次制作了这样整个主题 可能配文对于这整个状况 是比较了解的 是对 其实自我探索这件事情啊 是一辈子的事 很多成年人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认识自己 没错 有很多是走到中年 可是我们继续去细细的去回想说 为什么我们在自我探索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好像走的特别 就是延后这个时间拉长到我们毕业 大学毕业以后 甚至很多人是在中年经济可能稍微稳定了以后 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这个历程 为什么拉长到那么远呢 对 那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说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卫生联考世代的父母 其实我们不需要探索啊 我们的探索只要知道自己哪一科可以考高分 自己哪一科不高分 所以我们要去补强那一科 然后把那个分数考追到一样的高分 去追逐一个所谓世俗 或者是这个这个大家心中所认定的好学校 这个是我们的探索 然后因为这样的价值观 仍然仍然是留存在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当中 例如我们杂志里面有采访了两个新兴的 有些是年轻人 就是学校刚毕业没多久 年轻人出来创业 他们做生涯探索 生涯升学的这个资讯 他们就发现说 即使是这一代的孩子高中生 当他们在选田科系的 面对大学选田科系的时候 就发现说 哎呀我化学好 代表我化学分数高 代表我对化学的兴趣 所以我就去念了化学系 哎殊不知 到了化学系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这么一回事 然后就就就就那四年就要念不念 或者是转系 就是他的人生就是在那里又开始 绕绕绕 要重新洗牌的感觉 对重新洗牌的感觉 对 所以他们就发现 其实这个 这个是现在生涯探索最大的问题 因为孩子根本没有意识到 什么叫做探索 对现在的爸妈来讲 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没有的经验 所以父母就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不相信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大人长大了以后 为什么会找到自己 也许我们在工作中 我们在不同的工作转换中 也许我们在不同的男朋友女朋友当中 的这个互动当中 对 我们去发现别人怎么认识我们 然后我们怎么去回应别人 也许是在这样的多元的经历里面 去认识自己的 那现在只是把这样的经历往下拉 也可能拉到 年龄层再往下拉 拉到通过高中 通过一些多元的选修课程 让孩子去做探索 那因为这些多元的选修课程 孩子可以跟他非同一个班级内的孩子相处 他的世界也被扩大 甚至跨校选修 我们把这个经历往前拉而已 那这个时候我其实身为家长 我去想说 哎呀 与其让孩子在成年以后 他没有我的陪伴 去跌跌撞撞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跌撞了什么 他成不成熟 或他想了什么 或他可能一个人躲起来 舔着伤口 你也不知道 因为探索的过程一定会经过非常多的碰撞 可是在这个 在这个 也许从小学到高中 这个阶段是我们父母 还能陪伴孩子 还能提供一些经验 支持他 支持他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这个机会 其实对父母来说 其实是好的 没错 好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这首歌是江美琪所演唱的 温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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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是江美琪所演唱的 温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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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绪也可退一步 最温暖的改变是不知不觉的改变 温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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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邀请到的是 亲子天下的主笔陈沛文 那么这一期的 亲子天下杂志的封面故事是 108克刚升学对策 这到底是一个温暖的改变 还是让很多父母亲陷入一个 更巨大的焦虑的轮回之中呢 好 我们要先请配文来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在这样的改变之中 可能最容易看到改变样貌就是高中 对 先从高中的教育学开始改变 那其实会这样的制度的设计 为什么会从这边开始呢 因为其实教改从几年前 计策变成会考的时候 其实就就是教改已经走了很多年 可是其实并没有松绑所谓的 这种家长对于考试分数的追求 小孩的考试压力并没有减轻 我们在国中端的教育现场也看到 学校老师还是 就是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学习考试啊 测验哪些 然后甚至现在暑假 好多国中都在开俗辅班啊 尤其有所谓的明星升学国中 一样从早上八点啊一直舒服到下午四点 考试考试考试这样 那其实这是为什么这次希望考 考招联动课程 因为你只有当考试制度升大学 这一端最后一里的考试制度改变了之后 他才能往下牵动所有的教学与学习的改变 所以那他就先从高中端的课程教育学开始 他就松绑了那个高中的这个课程 他给学校更多开这个特色课程的空间 希望发展特色高中 那每个学校每个高中都要开 全台湾有五百多所公司里的高中 每个学校教育部都要求 说你要开出属于自己学校的校本的特色的课程 对 不管是透过多元的选修课跟校定的必修课 这个多元课程是等于是一个高中的特色课程 那刚开始教育部的要求没有很高啦 就是一个学校开出至少四个学分的校本的校定必修特色课程 六个学分的多元选修课程 其实就可以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现在高中端属教育 好多好多的老师在在做这个 有很多很多前导学校的老师 到那个高中端去培训培育这些高中的老师 怎么去开出属于学校的特色课程 那小孩的学习的内涵也有一些改变 他就降低了必修课 国艺术设置的必修课的学分降低了14% 对 也没有到很多 可是他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这个降低 然后提高多元选修课 选修课的这个要毕业的学分比例 占了将近三分之二 他透过这样的调整 希望鼓励孩子把这个空间 把那个知识学习降低了以后 鼓励孩子去做一些多元课程的这个探索 他希望透过这样教育学的改变 引导孩子就是在学习上 不是只看着课本 对 可是当然他在制度设计上也开了一条路 当孩子 有一些孩子真的就是开脚比较慢 他真的没有办法那么早发现跟认识自己 在这个多元入学的管道中 仍然保留了所谓的繁星跟考试分发 就是所谓我们考试分发 他占了比总共的名额的比例也还有35% 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真的不知道自己 对他仍然想用考试这件事情的话 他仍然有一定的比例给这些孩子 那教育部也针对这些 那这些要考试的孩子 他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说 教育部也针对这样考试的 性向比较偏考试入学的孩子 他也开了所谓加深加广的选修课 然后就比较focus在这帮助这些孩子做学科的深度的学习 那个加深加广选修课我一打开 大家去Google Google上 其实你就可以找到一份PDF档 每一科就是国营宿舍还有科技啊 艺术领域大约开了50们的加深加广课 对加深加广的选修课 意思说如果你想还偏理工性向的 你到时候想用这个分发入学 你也可以去选这样的专业的科目 做更深度的学习 所以但是这一切的背后 其实都必须是小孩知道自己 对 没错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 是 我看到一个我也真的忍不住玩耳一笑 就是说高中学习内涵改变 考验孩子的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力的空膛 空膛 以前学生最喜欢看到 啊 空膛 空膛 好高兴哦 这就是我们可以拼命玩拼命玩的时候了 可是这个空膛的设计 并不是要让孩子拼命玩拼命玩 并不是其实这个也是高中现场老师最担心 对啊 我是家长嘛 嗯 我其实一听到有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啊 我就采访了现场 我就问校长们说 哎 那你们学校怎么规划这个空膛啊 对 每个校长也都对这件事情感到焦虑 是不是 真的 因为教育部规定这些空膛 所谓自主的学习时间 你不能排 以前就是会排什么任科老师 嗯 把孩子的时间填满嘛 对 我要来考试干嘛 但是现在教育部规定都不行 可以 嗯 对 那你知道这对这一代大人来说 空膛你也不知道干嘛 嗯 没有老师的时间就是 哇 我们就服务 那现在又有手机 对啊 会不会就在班级里面吵闹 这个是很考验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凸显了 凸显了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教改的理想性非常高啦 嗯 但是就是亲师到底怎么一起协助孩子 真的落实这样的理想性是很考验 那这个空膛小孩不知道干嘛 就是反映出小孩 第一个他可能没有学习动机嘛 他不知道他为自己的学习规划什么 安排什么 一个没有动机 一个是他可能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任何事都是动机在前 是 他有动机得先明白自己想学什么 那所以最后归根究底都是 小孩对自己的认识到底足不足够 对自己想学什么 清不清楚 而对于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清不清楚 可能不能为自己规划 安排这样的时间 达到他想要去的学习目标 这个其实对大人来说都很不容易 没错真的 对对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人跟小孩 一起学习这件事的 这个时代这样 就是我跟我们家的小孩 我们也是一直在 一直在探索这件事 对 好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规划了一个叫做什么包来着 工具包 对 一个生涯探索的工具包 那里面有提到一位专家指路 他是资商心理师林尚能 他说打电玩放空 也能发现孩子的生涯特质 对对对 因为很多家长就跟我们讲说 我想还只会打 就是只喜欢打电玩 对 或是他只会放空发呆 看不出他到底对 什么事情有兴趣这样 那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找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 他今年才也拿到所谓 国际的生涯资商的这个认证 其实这个在国外是个显学 就是对于生涯的 生涯的探索 生涯的规划这样 那他就跟我们分享说 他自己有一套牌卡 对 那他也会在七月底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有办 办那个讲座 亲职付费讲座 就是告诉 就是请他来演讲 告诉家长怎么陪孩子 做生涯探索这样 那他就会 他的牌卡就很有趣 我自己也就拿来用一下 他就是会把小孩常 就是家长常 小孩日常的行为啦 他强调说 其实从孩子日常的行为 那家长去探究这些行为 背后的原因 他为什么喜欢 这个喜欢带给他的感受 是什么 其实你就能发现 这个生涯的特质 对 那我就觉得 这个帮助就对我 就对我很大 例如说 他杂志里面有写说 例如说 当一个小孩 他只喜欢打电玩 或者是 他只喜欢放空发呆的时候 你可以问几个问题 问两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为什么喜欢这些活动 那他就举了打电动 跟那个放空为例 他如果这个孩子喜欢 声光效果 那他可能是属于 比较感官型的孩子 那如果喜欢的是 立的这个 线上游戏的这个 他可能是领导型的孩子 那相对应 他可能在 对未来的职业 他可能有一个角色的应对 那对大学的科系 他可能也有一个应对 他就会去用这个牌卡 协助家长去发现孩子 我觉得很实际 然后也有帮助我 真的了解到孩子 就是会多探寻 那个后面的一个这个原因 可是有时候 因为我们家长 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工具 我问完以后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工具牌卡 就我们就可以去对应说 原来我还是喜欢感官型的 是感官型的孩子 那这个时候可能什么样的工作 叫做适合这种感官型 什么样的工作 适合这个主导型的孩子 那有哪一些科系 是对应这些工作的之类的 了解 OK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聊 女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让我崇拜 你让我崇拜 因为你做自己 可爱的宝贝 宝贝 你是那么勇敢 追求你的梦想 不慌 不忙 世界那么残酷无情 就永远打不见心 就算偶尔风风雨 月里还是有星星 忍不住去想想 你脆弱时的模样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 下时的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 陶金莹的演唱《神奇女孩》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亲子天下》的主编陈佩文 因为在《亲子天下》的 七月号封面故事就是 108克刚升学对策 这也是引发了整个教育现场的 一个蛮大的改变的一个契机 当然也是引爆了很多家长内心的焦虑感 其实总的来说 不管怎么样家长都是焦虑的 只是有的时候焦虑比较小的时候 焦虑很大 那一碰到变动 家长就特别焦虑 那刚才我们已经跟佩文 聊到了一些概念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针对 这个专家的观点来聊一聊 到底这样子做对于我们的孩子们 是有帮助的还是其实帮助并不太大 先来说一说叶炳成教授的说法好了 对其实在这本杂志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期都还是会有专栏嘛 那怎么那么刚好在这一期 这个两位专栏作者来的专栏的稿子 都跟自我探索有关系 那刚好他们两个对于自我探索的观点 又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对我觉得对我这个社会家长 也有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叶炳成老师 他就会鼓励孩子说 鼓励家长跟孩子 就是让孩子多探索 多接触职人 现在有很多的媒体也可以接触 例如说职人杂志 他们有网站 或者是你带孩子参加国中的这个职业的体验 现在国中端其实都有在做 那个所谓的职业的体验 体验的中心这样 那也有记忆班 让孩子多接触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发现到自己 到底喜欢什么 想学什么 适合什么这样子 那其实那严泽雅就来搞 他又他另外又更一个不一样的提醒 就是喜欢是一回事 但你真的从喜欢走到 想要的那个道路 对走到那个终点 那是另外一个回事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从喜欢走到那个过程里面 有太多的努力挫折 或者是还是有太多的变数 跟太多需要克服的这个因素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只是发现孩子喜欢 就等于他到达终点 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 而且孩子的人生经验 毕竟没有大人那么的这么的充分 就是你从喜欢走到终点 当你真的经历过 你真的跨越了重重的困难 即使跌交的什么 你还是这样坚持走下去 也许那真的是你的真爱 那也许那真的就是 而且你这过程里面发现 这真的也是你的专长 就是他还有一条漫长的路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 身为家长 然后考试制度又这样改 如果我们的角度或思维很单一的 就只是从到大学这个 是他的目标的话 他上了什么大学 他上了什么大学 对什么大学 就达成了这样 对对对 做这个终点的话 那我觉得家长跟孩子 压力都好大 就是因为孩子的人生经验 真的不足 那他的思考也毕竟 也没有大人那么成熟 然后你如果要用一个 升学的这个作为终点 去框架他必须找到答案的话 真的压力好大好大这样 那这个时候另外一篇作者的 那个来稿又安慰了我 就是迈向目的之路的这个作者 他的书就是在跟家长跟老师谈说 怎么样去引导无动机的这个世代 找到人生的价值意义跟目的 找到学习的动机 那在这个专法里面有一段话 你知道非常的安慰我这个妈妈 他就说这一代的孩子啊 寿命呢 其实是比我们长了十年二十年 对 我们为什么要逼着孩子 在年少的时代就决定他人生 这一辈子的志趣或者是什么呢 对 他说其实我们可以放慢脚步 跟让心情轻松一点 就让孩子就是很自在的探索就好 就是大学他可能只是一个阶段 并不是那个终点 对 那我听完以后 我看完这个阶段 我就觉得哇 真是我好好释放 因为现在父母亲还是习惯性 焦虑孩子的升学的问题 觉得升学就等于前途 可是你如果仔细去想一想 在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人 他们当初所念的学校 跟他们后来做的事情 他们学的科系 跟他们后来的事业的发展 其实真的是南辕北辙 是不一样 可是在另外一篇 就是我们也有整理了九个QA 关于父母协助孩子生涯探索的 一些关键的这个问答 其实有一个辅导老师 他又有这样回应 就是说 有时候父母卡不过去那个点 就是是因为父母没有办法 就是父母也会面对社会压力 对 当他的孩子觉得 他做的孩子做的事情 上的学校或者是成就 不如预期的时候 当家长面对着亲戚 面对着朋友的关心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还是忍不住 有失落或觉得没面子 是没有错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身为妈妈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不论你的孩子 是什么的状态 你都得以孩子为荣 对都要为孩子骄傲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很多数的 我们这个年代父母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这根本也不是什么教育的改革 但是啦 但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 是父母亲的既定观念跟价值观 各种思维的大改变 我觉得这更难 那是个冲击 真的是个很大的冲击 对 所以其实这个教改 今年我们看到108课 刚刚我觉得我听到的那种不确定的 或者甚至于听到很多这种负面的讲法 说那这样就是培植优势家庭的优势孩子 什么等等 这些当然就很多的质疑 这些质疑也是增加了 我觉得不管是教育者也好 或者是增加了父母亲也好 我觉得更多的负担跟恐惧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花这样的时间 来跟大家讨论 关于108课纲的升学对策 其实也是希望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 当这个政策出现 尤其是跟教育有关 跟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未来有关的时候 我觉得难免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感 但是就好的方向来看的话 如果父母亲把长期以来要绑附着自己的种种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固有的观念 或者是社会上大部分人的主流的期待 可以放下来重新再来检视孩子 甚至于检视自己 我觉得这也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契机吧 是啊 其实他的理想性真的很高 但是真的能不能达到 我觉得是有很多的角色要拉扯的那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学校端嘛 还有政策的政府端嘛 还有家长端 还有整个社会 台湾这个社会 对于怎么样去看待一个人 他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跟他从事的工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多方的拉扯 会让这个教改最后能不能走到理想 或者是走中 对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利益良好的政策 可是在这个拉扯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真的会走中 对歪掉了 会歪掉 好 我们其实也不是要给大家什么答案 对不对 因为其实也真的没有答案 因为他才开始嘛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只是希望就借由各种专家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面向 一起来讨论一下到底108课纲 可能会把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自己带到哪里去 但总而言之我觉得 我觉得加强亲子的沟通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说到底还是这样 是 就是跟孩子的谈话 就不能只是 你今天考的怎么样 你今天作业写了没 没错 你书念完了吗 对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亲子天下的主笔配文 来跟我们聊一聊108课纲的升学对策 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资讯 都在这一期的亲子天下杂志里面 希望对于所有孩子 还在准备升学的家长们 真的能够有一种安慰 以及让你有一种吃了定心丸的感觉 好 非常谢谢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进行的是 朗读专车哦 我曾经幻想过长大的生活 应该是什么样子 也许有不算小的房间 跟一台跑得动的车子 房间贴满心爱的海报 要多少能多少车子 可以随时跨上载着我 到处去啪啪造 但人生从来没那么顺利 书柜摇摇晃晃 是因为不能钻墙壁 别起早便唱歌 还能得到邻居关心 放假的时候 也没有力气再去哪里看风景 如果还有一点时间 只想躺在床上休息 我晚睡早起 再也不为了电动玩具 苦得我的肝啊 只是低头为了生机 看着网路上的朋友 说他做了什么 想做什么 明天能生为什么 但我只能待在不太大的房间 想着明天 还是会一样没出息 曾经幻想过 长大的生活应该什么样子 但我没想过 会不认得自己现在的样子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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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牠裡養很多動物 例如 一隻狗 一隻貓 一隻會罵人的英文 還有不會動的 中施西 晚上可以抱著老婆一起看電影 看到他睡著了在我懷裡 沒想到後來當了編劇 而且每天加班 晚上到家女友跟狗早睡成一團 每空寫書 沒錢養鷹物 電影的預算也都全部拿去交房住 什麼若貝爾 只能拿來吃下肚 這或是偶爾光你跨把酒 我曾經話講過 長大的生活應該什麼樣子 或許抓太多 夢太多 沒耐心中心很痛 放不下的從前 好留不住的現在 放不下的從前 好留不住的現在 我曾經話講過 長大的生活應該什麼樣子 但你連成熟孩子都 我從來不想到你失望 我從來不想到你失望 今天的朗讀專車要為您朗讀的是張曼娟讀詩小學堂 這幾天晚上常常下著雨 於是我就想起了夢浩然的詩《春曉》 大家都在心 Jamie wrote des 一楓你 healed you 我曾經說 Birавать 梅劇 incr 都記得當你老虎 Even though 一起解載到底是關鍵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人是怎么样的来描写这样的时刻呢? 在春天的睡梦中 根本没办法知道天已经亮了 人还在懒懒地睡眠状态 可是耳朵却已经苏醒了 眼睛没张开的时候 就可以听见高高低低 长长短短或清脆或婉转的鸟蹄 好像一支乐队在演奏 处处文体鸟的处处这两个字啊 让我们感觉到诗人所住的地方 是在山野 而不是拥挤的城市里 被鸟鸣声所包围 对现代人来说 简直就是奢侈啊 这样的天籁令人喜悦 也说明了 在鹿门山隐居的孟浩然 她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在喧哗而又热闹的鸟鸣声中 孟浩然突然想起了 昨天晚上还没有熟睡的时候 她似乎听见了另外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呢 也是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常常会听见的 因为气候不太稳定 有时候一阵风一阵雨 往往都是发生在夜深时分 疯狂宇宙 到了天亮呢 又若无其事地 闪亮着阳光 这样的风雨啊 让悲天闽人的诗人 为美丽的春花 感到忧心了 见不起风雨摧折的花朵 恐怕凌落了一地了吧 等了一年 好不容易才在春天绽放的花朵 就这样凋谢了 你是不是也有过种花的经验呢 等着花开的时候 充满了期待 每天去看每天去看 好不容易看到花苞了 好开心啊 终于可以等到花开的时候 你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 这就是我所种的花呢 可是等到花谢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感觉到 好可惜而又无能为力呢 在一生之中 孟浩然大半的时间都在隐居 他曾经也有过几次的机会 可以进入朝廷当官 可惜这样的希望 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 诗人疼惜着落花 好像也预示着 对于怀才不遇的自己的惋惜 虽然春晓这首诗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很多人甚至于 人生中所背诵的第一首诗 就是它 又或者 有些小朋友会说 哈 这首诗 我早在幼儿园的时候 就会背了 可是 到底有多少人 曾经在春天的破晓时分 起床过 推开窗 或是走出门 去闻一闻空气的味道 去感受一下春天的露水 或者是去看一看 春天的早晨 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 大概很难做到吧 因为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跟曼娟老师一样 正躲在被窝里面 做好梦呢 这个春天的早晨 看似寻常 但是 在梦浩然的春晓中 却让我们同时 感受到了活泼的声趣 与哀愁的气息 一千四百年前的路门山 一位年轻诗人 梦浩然 将醒而未醒 他用最简单的字句 触摸到大唐盛世 最新鲜的春天清晨 留给我们潮湿 温暖的春天印象 感谢您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祝您每天都有健康与幸福的感觉 我们下礼拜见啦 我们下礼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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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小时的工作 我们下礼拜见 你快回来 我们下礼拜见 我们下礼拜讯 一直在 我还是在等待 等待我的爱 你快回来 总是假装不经意 经过你家大门外 期待你美丽的声音 从远远的走过来 我的天是我的爱 为你不怕风吹日晒 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 只有路灯卡笑我呆 我的爱 我等待 你会来 分散 我的爱 冬天风雪来 花儿鞋鸟依然会开 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 只有我等到双臂半白 鸟鸟依然会回来 鸟鸟依然会回来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我的爱 消失在茫茫的海 现实总是有一点 不耐 美好的结局 慢慢期待 我的爱 我等待 你会来 我等待 《余儿》更为哪里 哦 看一遍啊 我等待 等待我的爱 冬天风雪来 花儿鲜鸟依然会开 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 只有我等到 双臂满白 你快回来 你赶快回来 冬天风雪来 我要你回来 我爱是在等待 赶快回来 赶快回来 赶快回来